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听我的手心 看见我的声音 我的船头点点目着 有理由好近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进入我的世界 原始这么的容易 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书 大家好我是心灵 欢迎收看听听看 心灵 最近我在网络上 看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影片 让我感触很深啊 什么影片啊 就是国外曾经有人 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 他们找了一百多位 快临终的老人们 问他们这辈子 活到现在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答案应该很多吧 因为每个人的遗憾 肯定都不一样啊 你只说对了一半哦 因为虽然每个老人的遗憾 都不一样 但是在他们的回答中 竟然有一点是一样的耶 哇 你绝对想不到 啊 到底是哪一点呢 嗯 他们呢 都不是遗憾 关于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询问的结果啊 凡是遗憾 自己没有做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吧 有的老人遗憾自己这辈子 没有勇气去冒险 也有的遗憾自己梦想 始终未能去实现 所以懊悔不已呢 啊 真的耶 你这么说 让我想到我以前的梦想 是当幼儿保姆 或室内设计师 但这两个梦想 不止没有实现 我现在啊 竟然连梦想的勇气 都没有了 嗯 不知道 大家的梦想是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勇气 去抓住梦想 还是只是找各种理由 然后眼睁睁地 看着梦想溜走呢 再回头看看 自己的梦想前 我们先看看 其他伸张朋友 是怎么去实现梦想的 马上来看看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 哪些精彩的内容 请看 拜维池是就读特殊学校的高职生 今年17岁 念幼儿园的时候 被诊断为发展迟缓儿 虽然他的智能比别人不足 但是不管在家或是在校 都会主动帮忙 是个乖巧的男生 维池的家境清寒 又经历父亲促世 妈妈独立抚养他和弟弟 他很努力地学习烘焙技能 希望将来能够自力更生 我喜欢考照啊 还有去外面工作啊 谁教你 小老子教的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 铜豆甜面包 一个多重 六十 好 所以一个是六十克 有时候不幸的事情啊 会接二连三地降临 让人觉得身心受创 非常的不能接受 但是事情遇到了 还是要勇敢地面对 才能够活出自信和希望 台中市有一位生长在弱势家庭的 戴维池 因为先天上学习比别人慢 所以呢 他就发挥了苦练的精神 相信情能补浊 有一天一定能够使梦想实现哦 维池出生在台中市 从小就是乖乖的小孩 但是一直都不说话 他的家长只是心里觉得怪怪的 并没有意识到孩子有异样 直到进入幼儿园就读 老师发现了 他在各方面都比同龄孩子的发展还要慢 所以就请家长带到医院检查评估 经鉴定是中度智能障碍 于是接受一连串的早疗课程 大约七岁那年 维池才学会开口说话 我知道他小时候之前都没有办法开口 就是开口的话 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然后我就有一点点生气 比较软过一点 对啊 讲话 你要跟妈妈要说什么你就跟我讲 讲话不太清楚啦 讲话都音哄哄哄的 不知道你说啥都听不懂 然后去那个医院啦 他说有一点点那个头脑比较慢 比较痴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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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比啦 会比啊 但是我会了解 了解说他在比什么 是 是 是给他走一走 跟给他运动嘛 好 因为是没有常在跟他讲话吧 所以讲话的速度会比较慢 跟他讲话有没有 啊我们会听不懂 但是姐姐会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好 我告诉他说 他不知道会变得如何 还好啦 他长得比较聪明一点啦 農很好的啦 这些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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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乖 很乖 这些孩子很乖 但是哦 过去想较快一点 阿嬷先生 对啦 你如果我讲阿嬷就欢迎了 对啊 今天不吃而已 好 你知道吗 对啊 今天不吃而已 你如果不吃的话就欢迎 好 你跟阿嬷说什么 做什么 做豆虾 是阿嬷用的啊 用早餐 用早餐可以吃啊 对啊 现在我坐在这里 对 我现在看三个小孩吃了 我们坐在这里 看头看不见 阿嬷煮得比较好吃 阿嬷跟你说 这个面子也拿出来好 这个就拿出来 就是乖啊 乖啊 然后帮家里人做家事 只要人家心情不好的话 他就会去逗人家笑 他每个动作都很有趣啊 都很好笑 对啊 只要他做什么动作都是好笑的 对 都是很有趣 对 对 对 这样子 好 这爸爸想跳啦 就一直吹跳啦 都喜欢表演吧 对 对 他穿裙子还蛮可爱的 都女生很像 对 都会看那个电视表演 电视表演 站在那边表演 不要我们给他看 我们都是笑一笑啊 对啊 对啊 都很开心这样 去 目前维池呢 是高职二年级的学生 他的爸爸 在他国二那年过世 妈妈一个人 负起养家的责任 要工作 又要照顾他和年幼的弟弟 真是非常的辛苦 幸好啊 后来有外婆搬来同住 阿姨们呢 也常常到家里来帮忙 让妈妈的负担 不会那么的重 也让孩子们 不会因为 失去父亲而孤独 大家一起来住 像这个狗 对 每个礼拜都会回来 对 回来聚会 每天回来就是 陪妈妈聊天 就是回来聚个餐 然后看看 看看这些小孩子 都没有说吃饭了 吃饭了 对 我要吃这两个小孩子 实在 实在 蛮辛苦的 就是大家帮我这样子 不然我 靠我给人 是没有办法的 我来来炒一下 来炒一下 你要炒一下买茶 对啊 炒一下买茶 你的家庭那里 让我把骨骼放好了 好 对啊 对啊 她有吹给你听吗 有 有的时候会给我吹给我听 可是 有但是 听到那些 心酸酸 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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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桃节是气掉的 你忘记了 智腕鸡怎么吹啊 哈哈哈哈 知道怎么吹 不会啊 你每天早上都吹 他们因为学得慢 忘得快 所以前面阶段觉得 如果有一阵子没吹 就会忘 他们叫我来好几次 像我们还没开学前 我就会来加访 像我们高一 嗯 九月一号开学嘛 所以我们八月 就会先来他们家拜访 他其实是蛮认真的孩子 就很贴心啊 贴心帮老师拿东西 他说贴心帮老师拿东西 他还会帮助就是比较弱小的 就是比较弱势的孩子 所以我就是他很有同理心 我现在来到台中特殊教育学校 这里呢 是台中唯一的国立特殊学校 自从维持来到这儿就读之后呢 他就渐渐的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主要是因为他很愿意学 一次学不会呢 他就学十次 就算要学个一百次也不怕难 维持呢 就是有这种刻苦耐劳 任劳任怨的精神 很值得大家学习哦 他曾经跟我提到 其实他在国中读的是资人班 因为资人班他几乎在班上就是 就是爬后面 其实那时候他很受挫 因为不太会有 可以展现他的优势能力 比方说地板滚球啊 或者是陶笛学乐器的 大概这个机会很难得到他 嗯 现在呢 我要跟学生们一起来玩 他们请我第一个丢球 嘿嘿 待会儿啊 看我怎么打败他们 如果输了 哎呦 那我就丢脸了 加油 看我的 呃 维持他是从资源班上来的孩子 就是他是跟一般孩子竞争的 不管任何方面上是比他还要强 渐渐就是削弱他的自信心 所以他一刚开始来 其实他不管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要问过老师 纵使这件事情是非常简单 你一问就知道答案的事情 他还是得要先问过老师 可见这个孩子的信心 已经当初被削弱到一个 就是极限的地步 已经非常的少了 那后来接到他之后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 在地板滚球这一块 已经经营了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是当裁判的 那我就想说 那我就出来 就是试着带他看看 可是第一年还蛮不幸的 我们是失败的 很惨好像7比0打回来 就还蛮惨的 结果后来找几个 比较有天分的孩子 然后组成了一队 我们就拿到地板滚球 国手选拔赛性质组的冠军 那我觉得他的信心 完全都增进上来 他再也不用再 请示我们 或是问过我们了 好 礼拜结束 我们全校都是特殊生 我们也不是以升学为目的 就是发展孩子的优势能力 经济人 会从他脸上 很多人多笑容 你看 拿到全国总冠军 好厉害 老师都拿不到 中华 台北 乐奥冠军 学生一早进入教室找自习 教室里面就有四个吹陶笛 一位是打节奏 另外还有一位负责弹钢琴 好处是校园一早就充满了活力 合奏的音乐声让大家觉得好愉快 心情也随着开朗了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算是先天上比别人不足 但是只要能够找到个人优势的地方 再加以训练琢磨 依然可以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 过去维持完全没有任何音乐的基础 他和班上的同学 每天一大早就在教室练习吹陶笛 重复不间断的训练 不但增强了功力 也让其他的同学们感染到音乐的欢乐 你们两个管 热开 开中 好 准备了 这个招 头套 頭套 水 嘴巴再过来两步 再过来一步 快 快一点 变态微笑 表演是很开心的对不对 好 陶笛拿起来 就是我们瑞琳老师 就是负责我们陶笛课 免费开售 所以她是我们幕后推手 黄瑞玲老师 我是学校的临床心理师 然后我发现我们学校 有一群学生啊 是比较没有自信心的 我觉得透过音乐啊 就是教他们从不会 然后学会音乐之后啊 然后再带他们 就是去表演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就自己教了学生 然后去外面得奖这样子 就好像自己得奖一样 很高兴 就送了一张 我们要拿到第一名哦 还有拿到最佳人器奖 微笑 对 很棒哦 我欢迎哦 我欢迎哦 哇 哇 真帅啊 哎呀 你看看 老师这么活泼哦 同时也散布欢笑给学生 一起同乐 对 超级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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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她自信心提升 学习的动机增强 因为以前学什么都是 还是排在后面 现在是学什么 就有机会看到成少 其实老师也予有荣烟耶 嗯 我也好开心 因为 她是我这一届第一次带陶笛 而且我是我们这一次 十二月二十五的财艺竞赛 他们有上台表演小音乐 从刚开始没有办法按十二孔陶笛 到孩子能够吹出一段音乐的时候 其实孩子是很开心的 因为从小很少被表扬 在音乐方面 然后开始我们就可以去到外面 像我们也有到仁爱之家 也有到彰化特殊教育学校 台中市的国中转弦参访 台中市的幼童军团 马来西亚的教职员工来我们台中特教参访 也是由我们陶笛队上台表演 所以这些表演的经验 累积了他们越来越多的自信心 所以可以在他们脸上看到学音乐的快乐 发展迟缓的孩子 也可以多才多艺哦 微池和学校的同学们 都很喜欢吹陶笛 老师呢 叫他们吹有十二个孔的陶笛 到校外去参与工艺表演 受到了许多的好评 对了 他们也曾经到我们听听看节目 超级爱秀的单元表演过呢 微池啊 似乎对陶笛特别的喜爱 他曾经勤练歌谱 参加比赛还得过第一名呢 其实我们特殊生的孩子 学比较慢 然后忘比较快 像我们那时候第一首学忘春风 十月开始学 一年级的十月 十、十一、十二 一、二、三、四、五 八个月才学会一首歌 当他们到公共电视的时候 非常好奇 因为这是他们生平的第一次 进摄影棚 维持着妈妈还带着地铁 一起参加录影 那全程下来的时候 妈妈好感动 因为她的孩子可以上电视 可以做个逃笛的表演 这是从小到大是她不曾有的经验 有啦 很感动 然后我看到都会流年累 其实上一次去 听听看录影活动之后 我才想说 原来我们的小孩子 可以被训练成这个样子 那因为我刚刚新进来 所以其实 我觉得很感谢 二年四班的老师 一起齐心协力地 帮忙照顾这些孩子 因为每一天早上都可以听到 他们在练习逃笛 吹错了 就是一直继续吹 我真的觉得 他们实现了 一直努力练习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好的成果 感觉怎么样 凉快 在发音在嘴边 听起来像凉快 他们超开心的 从进去到摄影棚 他就说 哇 老师 这摄影棚 好多台摄影机 左边右边又上面又中间 还有悬空的 然后就在形容 然后他就说 哇 里面好漂亮 那个灯光的变化 然后那个音效 还有化妆的 专门的那个化妆师 帮他们打点 这是对他们以来 应该是人生的第一次的经验 过去呢 还好啊 维持在学校里找到自己想做的事 他学习烘焙 学做面包 然而学习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不但一站啊 就是好几个小时 同时呢 也会发生失败的情形 不过这些啊 都不能阻止他学习的决心呢 这其实要光滑出奇 他们也是很辛苦的练 他们滚这面团滚千次 对 其实是苦练出来的 好 现在送进去中间发酵十五分钟 以后他们老师 他们会到他围持去找工作 这一点我就放心了 因为老师都会带去做工作了 要找他做什么讨论呢 跟你们说哦 维持在学习速度比较慢 要学会一个步骤 是很花时间的 但他还是很仔细捏着面皮 好不容易才成型啊 来 来 你们看看 对吃的很有兴趣 对 很喜欢烘焙 妈妈也好喜欢烘焙 都会等着他 吸气恶心一次带回去的成品 我常常会跟他讲说 因为你的名字是叫维持 所以你将来就是要维持佳绩 所以你很努力趁着在学校这三年 多学一学一技之长 那你将来就业就有储备足够的能量 那音乐方面老师觉得 也可以多元的接触 那我们可以尝试的 也可以去考街头艺人 那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当烘焙师傅 星期六 星期日 我们可以当街头艺人 对 我们可以多元的发展 不一定要局限在 一般的朝九晚五上班族 耶 学生们做的面包出炉了 老师们热烈捕捉学生开心的画面 你看 这么多相机 看到没有 面包吃得好吃 我做好的给妈妈吃和阿嬷吃 还有看弟弟吃 他做好吃啊 吃啊 特地吃面包 不然他们又不知道学什么 我希望他做面包给你开店 就会做面包 别人说可怕人这样 好吃啊 哦 赞啊 维持在新年上有不足的地方 家庭方面呢 也没有办法提供他很多的资源 但是他们一家人仍旧是紧紧相依 在困难的环境中过得十分自得 不随意怨天尤人 也不轻易自我放弃 我最欣赏维持 专心学习的模样 有志者士进成 希望他在烘焙里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让妈妈和在天上的爸爸 都感到安心与放心 保护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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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阿提密斯的老师们是在桃园管乐团认识的 因为我们长期都一起演奏乐团 对彼此也是开始比较熟悉了 他们就在2012的时候 就组成了阿提密斯的一个室内乐团 我们以后是希望以树笛的演奏的形式 然后为台湾来带来一些新的音乐 像我们之前的演出就是有一些日本的曲目 对于台湾来说日本的曲目算是比较新颖的 那也是我们阿提密斯乐团的一个目标 就是带一些新的音乐 然后还有跨界的音乐就是给台湾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记得哦 马上回来 欧美华人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温和善良和有钱 法国最大的华人社区 过去九个月发生上百件抢劫案 受害者全是华人 被美国刺杀六百次的前古巴强人卡斯楚 上周末过九十岁生日再次露面 菲律宾前总统马可氏贪腐独裁 新总统杜特蒂却同意让他安葬在国家英雄公墓 印发强烈翻弹 周到周日晚间七点半 共事全球现场与您一起看所有全世界 这一大早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 大家都很早哦 不过不止工作人员大清早就来做准备 连参赛者也都是早早就来报到了 八点半 从台中吗 从台北 从台北 我们从花莲来的 早安 这队在龙城三点就远从花莲开着货车到台北来比赛 是这次唯一一队入选总决赛的清障队伍 回篮小苹果 光看这一大阵仗的人马看大道具 就知道他们对这次的比赛肯定是卯足了全力 势在必得了 只是这道具大到连电梯都进不去 工作人员只好带着他们走偏门了 是走楼梯了 好 为了赢得比赛 就算楼层再高 我也要爬上去 我爬爬爬爬 我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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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爬 我还爬 哦 总算是安全护送道具抵达化妆间了 我们再把镜头跳回门口 哎 门口怎么来了辆游览车呢 是来参观录影的吗 当然不是咯 他们是来自台南的参赛队伍 永康社大手语社 这次他们特别包下大游览车 载着亲友团一起来共襄胜组 你看台南来的早上几点是吧 三天半起床 三天半起床 好快 辛苦了 辛苦了 同样带着大镇上道具来比赛的 还有这只来自新竹的参赛队伍 姑萌 别看这几位女生外表娇滴滴的 但他们对比赛可是很拼命的呢 紧接着来报到的是台北大同高中的千言手语社 这也是这次参赛队伍中年纪最小的一队 对 等我们一下 紧张 紧张 这边参赛队伍带着紧张的心情 做赛前的准备 而旁边受邀来表演的来宾半英五级也抓紧时间赶快练习 看得出来大家都对这场比赛相当的重视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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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用心设计加油不挑 有够拼的 小心 后面看不到了 那我头就好 天啊 有没有信心啊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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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你们在哪里 我相信你 我不能相信你 我没话 不行 对 对比赛有没有信心啊 大家有信心 有没有 有 有 加油 表演什么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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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后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为什么 老师希望我们穿得漂亮一点 亮眼一点啊 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恶补练习啊 是啊 有 有 我看看啊 每个人的眼睛啊 都泛红着血丝 从台南赶上来 真的相当的辛苦 希望大家今天表现得顺利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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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今天的表演服装吗 是不是啊 是啊 美吗 美啊 以前啊 入选前八强的时候啊 有请导师去帮忙指导 我指导之后效果如何 我也不清楚啊 如果你们敢给我输了 就给我小心哦 啊 祝大家顺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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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们要表演什么歌呢 表演那个 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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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中午 工作 吃饭 快快快 吃饭 吃饭 你来不及 没有吃 一回来就好 有没有信心啊 有 有 要大声说 加油 yes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从台湾的后山啊 从花莲赶过来的 你们要表演什么 小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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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受欢迎的流行歌曲 哎 哎 什么 算吧 来来来来 来 你看看 我 本来就是原住民 可以表现原住民的精神 哈 你们队进入八强的时候啊 只有女生表演 后来再加一个男生 会不会觉得有点别扭尴尬呢 有一点 但是为了替龙人争光 要帮他们增加可看性 嗯 赞吧 赞 有没有信心啊 有 一起喊加油 加油 加油 拜 这两位呢 是我 母校的老师 两位啊 都已经退休了 但还是在各地 帮忙教导手语 他们的学生 也进入了前八强 嗯 嗯 请问老师啊 您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啊 今天表演的是 凤凰鱼飞 一名 加油 加油 哎 这群人呢 他们并不是选手 而是特别邀请来的表演团体 他们呢 都是建国高中的学生 来来来 各位 来来来 来 来 打声招呼啊 对 这里是半鹦鹉集 他们呢 除了笔手语歌之外呢 也有变换队形 老师啊 已经交了两三个月了 希望大家天天能够表现顺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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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们呢 都已经访问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啊 就要上场比赛了 走吧 走 来 各位请看 宝岛好手啊 群聚在此 一绝雌雄 来 除了较量手语歌之外呢 同时也欢庆800集的播出 还有亲朋好友们 也一起来加油 帮他们打气 紧张的比赛终于进入倒数三分钟 趁还有点时间 我们先来和这次的评审们打声招呼 这位是剧场界的表演教父 罗北安老师 还有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王小舒老师 以及亚洲听障学美冠军 林静岚老师 最后这位是手语歌最美的 徐晓雯老师 来这里帮忙加油打气的 是众多的亲友团 在众家亲友团的加油欢呼声中 总决赛终于登场了 为了不辜负亲友团们 托辞辛苦的来现场帮忙加油 美队参赛队伍 也是使出浑身解住 卖力的演出 录影现场顿时战火味十足啊 相较于台上的热闹滚滚 其实在幕后的工作情况 也是绷紧了神经 不信的话就跟着我 到副控室去瞧瞧呗 看到没有 除了有这么多萤幕 同时从不同的角度 监控着台上的表演 一旁还有专业的同步听打快手 忙着将现场录影的内容 以及时字幕的方式 秀在同步播出的画面上 让听障观众也能透过字幕 掌握比赛现场的实况 可见制作单位有多用心啊 珊瑚姑姑宝贝 另外为了让扑克前来现场 观看整个精彩比赛的 听障朋友 也能够同步看到比赛的实况 因此这次制作单位 还特别提供了 网路直播的服务 心不心很甘心呢 看完了后台 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比赛现场 现在进行到的是 围栏小苹果的表演 台下来自花莲的亲友团 在他们比赛时 也不断挥舞着加油海报 帮忙打气助阵 真是气势十足呢 输人不输阵 轮到永康社大手语社登场时 他们阵容庞大的台南亲友团 也是高举海报帮忙加油 瞧瞧这热情有劲的欢呼声啊 也难怪这次永康社大 会拿下这次比赛的总冠军 除了阵容庞大的亲友团 当天现场的手语翻译团 也是不容小觑 看到了没 台上台下 一二三四 一口气动员了四位手语翻译 为了就是保证翻译临死角呢 无声天使 来自我们台人身上来的无声天使 恭喜无声天使 纪念讲座 恭喜回蓝小苹果 恭喜回蓝小苹果 来自我们花莲的朋友 回蓝小苹果带来精彩的小苹果 第四位是永康 少大的同学 恭喜皇上 恭喜太后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 我们所做的事情 不是真的是只有表演 能够就是像那个 就是评审说的 我们真的有感动到 就是整个感觉感情都有 所以我们也听到那个评审 他们的分享啊 我们就觉得很感动 也非常开心 为我们的目的有达到了 呃 这个奖啊 是属于所有花莲地区的 龙朋友的 呃 还有神 我看他们每天练习的 那么认真 书芬本身啊 很擅长手语 但是其他三位 都不太会手语 看他们磨合的过程 实在是很让我感动 第二名这个奖 是他们辛苦得来的 真的很不容易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从小到大的第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是和听人竞争 以前我都是和龙人比赛 比较容易获胜 但是这次的对手 都是听人 即使吃力 但是我还是尽全力练习 荣耀献给上帝 不论输赢以平常心看待 没想到竟然得到了第二名 我们四个人一得知 同时感动得流下眼泪 喜极而泣 他们说将来 还要继续参加比赛 其实进入前八强 我觉得每一组 都表现得很棒 然后很开心 可以得到这个荣耀 然后要谢谢很多平时 陪伴我们一起练习的老师 还有伙伴们 谢谢大家付出这么多时间 然后一起做道具 一起练习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辈子很难忘的回忆 你的奖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原本参加比赛 就只是想要推广手语 每一次参赛都很开心 手语也会越来越进步的 很棒 好 虽然这次的表演没有得名 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地感谢 首先当然是感谢我们姑萌的 所有的朋友们 不管你有没有站在这次的舞台上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要感谢我们的手语老师 阿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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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呼啥 阿丹阿丹老师 阿丹老师 阿丹阿丹的 Ses 你怎麼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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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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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